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NGU年根节目基础不完计划第六集 我是乌卡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讲一讲NGU的花装基准步法系统 步法系统和难度系统的道理类似 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系列的圆形分类和圆形动作 供大家练习 由此可以发散出千变万化的平滑动作 我们总结的系统内动作是根据研究和实验 这一点被证明更具有练习价值和效率的动作 NGU步法系统分为基本步法、步法技巧以及综合步法 先来看看基本步法 基本步法分为过刃、换点、双点、踩点、跳滑五大类别 过刃是平滑步法当中轮滑性最强的一类 这类步法中动作始终处于平顺的线性质滑行状态 并且用脚踝主动控制轮子的起落 抵消轮子起落的卡动感 通常我们把拳脚动作在性质上也以过刃归为一类 过刃往往以长线过刃或短线过刃的形式出现 长线连续性强且动作以顺向为主 短线步法在线性质的滑行中寻求更多折返和逆向的发力 双脚贴地的长线步法是所有花装步法的基石 而短线步法是花装步法中基本功要求最高的内容之一 在音乐表现方面 长线往往适合表达平顺或连续性强的音乐段落 而短线根据不同的滑行性质和细节 可以表达非常丰富的节奏 对于反对于反对称之一 非常严重 我们要跳舞 对于反对 对于反对 我们要跳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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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点是一种始终以五轮方式交替进行的步伐 但换点的合理律动形式比较特别 往往遵循远蹲近起的原则 换点动作最原始的感受就是 把五轮交替的状态中轮子起落的感受扩大化 使这种自然状态能够成为一种视觉语言 音乐表现方面换点步伐非常适合表现古典 杷子破了从被漏洞来 TB 进行五轮达的一制定了 以及就出对北改片关系的 除了ani师前封代表現竹想 Rid儒基地主因曾经云rench Solid轨换的故意 there正在这个日语尔非 원들对由不商途 Nin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点是一种以各种双轮状态交替切换为圆形的步法 双点动作的基准律动依然遵循近蹲远起的规律 双点比较适合表现舒适挥鞋的音乐感受 在funk音乐中也比较适合作为基调出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踩点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一只脚滑行的同时 另一只脚自由踩踏 滑行足和斧腿都可以以是否滑行对应各种不同的动作形态 踩点对应的音乐形式很广泛 不管是BIT还是歌词都有踩点动作的发挥空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滑的步伐往往表现为双脚不停的交替跳跃 在跳滑动作中为了保持跳跃的连续性 滑行路线需要维持在一个适中的长度和幅度范围 跳滑步伐用在短而急促的音乐点上会更加得心意识 跳滑的连续性 跳滑步伐温的音乐货带 跳滑着鱼 跳滑步伐温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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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滑鼓伐温的音乐 步伐技巧是实际在滑行的过程中 让步伐产生明确的视觉效果的方式 当然善用步伐技巧也可以卡到壁子 比如长线滑行本身不具备节奏感 但如果在长线滑行中加入变速或者切角 那么也可以用来契合鼓点 步伐技巧有很多 这里只会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变速和重复 切角和定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除了基本的纯种步伐之外 还有很多动作也非常具有视觉性 我们称之为综合步伐 它们大多不是纯粹的轮滑语言 但都具备一定的轮滑性或轮滑水平的要求 这类动作在花装当中也可以作为点缀存在 比如侧步 踢腿 飘移 跳跃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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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Foodwalk 物法是花装最原始最核心的魅力所在 但却也是竞技体制之下很多人避之不及的东西 因为它很难 但却没有办法给比赛带来更好的成绩 我没有办法叫醒一个只想冲着比赛成绩而去的人 但是如果你是冲着花装的魅力和乐趣而来 那我认为物法是值得我们一起去研究的东西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年见 我们下期见